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CBC News报道 加拿大最后仅剩余的COVID-19紧急福利今天到期 联邦政府表示没有计划更新其为应对大流行而制定的前所未有的支持计划 财政部长佛里兰办公室表示 加拿大就业的虚猛增长和创纪录的低失业率证明 在5月7日之后将不再需要继续持续的大流行支持 其新闻秘书沃普沙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从大流行开始 我们就一直关注和做好工作 让加拿大人就业并让他们的雇主维持生计 沃普沙斯补充道 随着我们的经济处于强劲增长的态势 现在是时候结束对COVID提供的特别支持了 按照政府疫情期间的福利补贴项目 5月7日到期的项目包括以下6项 加拿大工人封锁福利 加拿大康复疾病福利 加拿大康复护理福利 加拿大恢复招病计划 旅游和酒店业恢复计划 受灾最严重的业务复苏计划 这些计划的申请具备追溯期 并将在5月7日之后继续被政府接受 申请工人福利的人有60天的时间提交申请 而企业有180天的时间 福利到期意味着如果工人因COVID检测呈阳性 而需要自我隔离 或者因生病 或与大流行相关的学校停课 而不得不离开工作 照顾孩子等 政府将不再向他们支付工资或补贴 对于政府宣布结束所有疫情福利 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表示担忧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鱼类食品和相关工人工会的代表 Stuart表示 莫太华终止福利的决定 无视大流行对加拿大大西洋渔业部门的持续破坏 他指出 一些加工厂正经历一波感染浪潮 而这些加工厂正在为繁忙的夏季着手准备 他说 这些设施中的大多数工人都没有带心病假 这迫使他们在自我隔离和缺心或生病上班之间 做出艰难的选择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也警告说 停止以企业为重点的支持 可能会使陷入困境的企业难以东山再起 CFIB负责国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说 只有40%的小企业已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收入水平 该组织希望看到莫太华免除通过 加拿大紧急商业账户计划获得的所有债务的一半 并将还款期限在延长一年至2023年12月31日 根据CFIB的数据 目前小企业的平均债务为14万加元 而艺术和酒店等行业的企业则处于更加严重的亏损状态 经过连制的上涨之后 大分汽油价格一夜之间上涨至破纪录的2.169元 石油分析师预计油价可能进一步上升 Emprong International的首席石油分析师迈克·奈特认为 大温斯基不会得到 很快就得到缓解 并警告说下个月到6周内情况将是惊人的 我看不出有什么因素阻止价格上涨 因为原油 柴油和汽油的供应存在严重的问题 库存却是非常非常的低 然后乌克兰的情况导致俄罗斯原油供应将在年底停止 原油供应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问题 直接影响油气的价格 直到有解决方案为止 迈克·奈特说 柴油价格与汽油的上涨速度相同 一年前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公升1.23元 今天它的价格是2.06元 在低陆平原价格更接近2.35元 他还指出 大温地区汽油税更高 而且卑诗省只有一家炼油城市 问题更加的复杂化 他说 从事分析30年工作里 从被遇到过汽油与柴油价 如目前般大的分别 他称 于运输业里 一部货车平均加满油需要650元 但是现在需要1300元 温哥华的柴油批发价比汽油多15分 但加拿大东部省份该差价越发的大 截止昨天 阿省的卡尔加里为21分 多伦多差价36分 满地可和大乡省份分别差47分和54分 迈克·奈特说 燃料需要增加的速度比油公司供应更快 这使得 价钱由批发至油站零售层面都在飞涨 卑诗省的货柜车协会 厄偶表示 民众需要的每一款产品 某种程度上都需要经过运送 因此燃油的开销会被转嫁到所有产品上 他说 省内时长有7.5万至8.5万部商用货车在拖货 他们全都需要燃油 部分车款一缸油需要650公升 本省的货柜车公司 一般其开支约三成是燃料费 但部分公司该开支可占上一半 似乎货车所运载的产品是什么 鄂尔说 去年柴油价格大约为每升1.4元 现在需要2.2元至2.3元 这些涨价全都会转嫁给你和我 不过柴油涨价所引发的产品涨价的影响 需要视乎运送货品的数量 例如 一车价值300万元的电子产品 所造成的影响 会比一车价值只有3万元的蔬果杂货要少 BC省能源厅长 赖次纯则将汽油的贵的价格 矛头指向了全球供应 但他也承认 目前价格是前所未见的高 而政府也正在寻求解决办法 他说 给驾驶者提供一些回扣 那是一些缓解 但当然未能完全补偿涨价的差额 至于政府减税的意见 他坚称 如果本省将有关的税项削减指挥队 有其有利 那是经济学家的见解 因此这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 他强调 省府没有计划去修改碳税 碳税在4月1日升了一分 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察觉到 该碳税是本省气候转变 应对策略的重要一环 加拿大最大的反对党保守党 即将举行新党魁的选举 其中呼声很高的候选人 前魁北克省省长庄舍里 因为曾担任中国华为公司的说客 为华为进入加拿大市场 和孟晚舟被拘禁等事情游说 而遭到了许多质疑 尽管庄舍里强调自己的行为经得起考验 但有专家说 他的这个记录会令加拿大国民和美国 不会再信任他 因此他不适合担当保守党领袖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选举首场候选人辩论会 于5日举行 现场火药味浓厚 尤其是目前呼声最高的两名候选人 现任保守党国会议员 傅里瑞和前魁北克省省长庄舍里 争风相对 激烈争辩 在党魁候选人辩论会上 傅里瑞质问 庄舍里究竟在担任华为说客的工作期间 得了多少利益 这是一家被五眼联盟中 四个国家都禁止参与5G网络建设的公司 因为它的软硬件被认为可能涉及间谍活动 你在帮助华为做游说工作的期间 究竟收了他们多少钱呢 庄舍里为自己在华为事件中担任的角色辩护 称自己在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弗被释放的过程中贡献很多 我很荣幸能参与协助两个加拿大人被中国释放的事件 如果你想要这方面的证据 你可以询问康明凯的妻子 华为是一家在2012年被前保守党哈勃政府 都欢迎进入加拿大投资网络建设的公司 庄舍里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所以傅里瑞反复问道 你收了多少钱 说个数字 加拿大华为公司稍早发出了一份声明 感谢庄舍里和其律师事务所 自2019年年中以来对华为的建议支持 其支持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5G和电信环境上 对孟晚舟引渡问题提供了很有限的援助 加拿大时事评论员郭一平说 庄舍里拿钱为华为办事是一个事实 无论他的工作内容涉及5G孟晚舟或两名加拿大人 对他个人的政治前途都是一个障碍 这永远都是一个议题 因为现在的政治气氛 他为华为公司工作 对他就有很大的问题 对他的政党也是问题 现在的大环境不会支持这样的候选人 从美国人的角度 这个人也没有办法被信任 对于很多有回国计划的人来说 天价机票都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只要航班能够按时起飞顺利抵达 不被取消就已经是万幸了 最近北京市官宣入境人员的政策调整为实施 10天集中隔离加7天居家隔离 不过加拿大已经停飞所有直飞北京的航班 国航温哥华飞北京的航班降落目的地也被改为了郑州 虽然意义不大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信号 既然北京都已经放开了 那么其他城市还会远吗 最近有网友分享了从温哥华飞厦门 没有医生证明夫妻不能同住 隔离酒店一天450加100元的餐费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北京放宽海败入境隔离措施 将入境者的集中隔离时间从14天降至10天 然后需居家隔离7天 在此之前 北京的入境政策是14加7 如此一来 入境北京的隔离时间直接缩短4天 而此前北京最严隔离为21加7 而厦门这项试点政策 其实是跟加拿大华人的关系很大 因为不少人都是搭乘温哥华 至厦门的航班回国 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在网上分享了 10加7的回国隔离体验 其中一位网友表示 他是4月12日在温哥华上飞机 13号抵达厦门 在机场经过一些基本的检测后 就入住了厦门国际健康驿站 驿站是新建的 甲醛味道很重 而且没有医生证明 需陪同的情况下 夫妻是不能同住的 房型没得选 下手就是450加100餐费一天 目前隔离政策改为11加3 所以入住按照11天计算 不过今天收到通知 我们航班有人扬了 所以驿站隔离延长成14天 由此可以看出 如果大家有夫妻一起的情况 是需要分开隔离的 除非有医生证明 其中一方需要陪同 此外 如果所乘坐的这趟航班出现了阳性 那么隔离时间也会延长至14天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